你看聊天聊到这儿啊 忽然都恍惚了 这就之前我觉得 在我脑子里提到这个杜老师啊 都是那些个 反面形象 对 反面形象 挺让人毛骨悚然的角色啊 但今天聊了半天 杜老师觉得特别平和 特别和善 一下就让我这个形象 在心里就有点矛盾了啊 这样咱们稍微调整调整 这个杜老师 您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几个 经典的坏人的表情 让我们把思绪再往艺术品里 再拉一拉 哎 别坏人 我不会像那种 就是在演的时候 我说啊很平善的这样 因为我这是我平时生活中 在演的时候 我就变成穿 不管穿袍子穿什么的 就吊儿当当的 那样看人了你 就就那样看人了 好瞎眼 包括就是你所有的形体 在演土匪或者演强盗 或者演某一个坏人的时候呢 我会去揣摩这个人物的内心 包括他所具备的 他的形体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比如我们正常 我们就或者往回靠一点位 就最多是这样的 往前一点 或者是这样这样的 但是他可能不会 可能是那样的 那样做 啊 山大王出来了 邪门人的时候那样看 他就你得去想一些 这些各种方法 去使这个你跟平时的这个生活 要拉开这个距离了 宁俊哥 要拉开这个距离 来一个 来一个 拉开距离 就刚才那个腿 那个 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 其实他也不是很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会 就是我的这种坏人 跟杜老师就差一个档次 是吧 所以我说一个高级 一个低级 特别准确 就是基本上 我这种坏人 如果每次出去作案 大概按值在五毛钱上下 是吧 对 演戏的时候呢 要去琢磨这个人物 应该展示出来的 细微的动作 真的要去琢磨的 要琢磨的 这个戏 就是雪豹 雪豹 这个戏大家非常熟 我演这个戏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 完全照着坏人去演 他其实不是一个纯恶人 对 不是一个纯恶人 有大的 有危难的时候 对 他是有民族性的 没错 这个土匪 他在那个年代 一定他也有前世 被逼的 还是生活所迫 没错 还是碰到什么事了 不见得他就是 一开始 我不想我一定要 我就要当土匪 土匪是我最大的一个事业了 他不是这么想 他可能是 他有很多因素 他会翻证的 所以我慢慢想 把这个人物又捣清楚 包括剧本 他赋予给这个 大当家的朱子明的 丰富多彩 也是你要去 挖掘和去琢磨的 之前也看了您很多戏 觉得您演古装戏 更多一点 这个古装戏 是不是特别辛苦 拍古装戏 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 因为有的有盔甲 有的要大头 就拳头套 有半头套 青装就半头套 有毛皮的 甚至你所使用的道具 有剑 刀 枪 棍 棍 什么都有 都非常辛苦的一个戏 这动作戏 就是动作戏的演员 可以说没有 没有不受伤的 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伤 最严重的 跟剑 跟剑断了 就是这个脚的这个 跟剑断了 对 因为外行人就会觉得这是 大筋 咱们就说这大筋脚 脚后跟那个 大筋断了 所有人 我断的时候 所有人觉得说 你是不是头大了 不是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一断了 这个脚 脚这样 就脚这样 就动不了了 脚动不了 跟脑袋没关系 跟脑袋没关系 你中文的朋友 那是小时那馅儿玩 我玩多了 那馅儿一断脑袋 很多人说 你不是跟剑断了 这个脑袋 不是 它是只是这断了 这个地方断很严重的 跟剑断是要开刀的 这拉开切上以后 打石膏 你才能在这 当时怎么个情况 就造成这个伤啊 弹床 因为那时候演员要跳弹床 翻起来 你看那个空中拍那个演员 什么跳起来 好几圈儿那个 刺什么 还有就是 翻 你都要靠这个弹床子 这个绷起来 一绷的这情况下 没有活动开 就是在这 不是这软的吗 噔一起 到空中的时候 啪 你能听见这个响声吗 哎呀 就跟那个 就像那个木 木 木头 掰断了那种感觉 脆的那个树枝 啪 哎呀 我当时觉得是 空中有人拿鞭子 抽了我一下 你想拍戏的时候会有 你比如说你翻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要一个对手配合 就是比如说拿枪扫你一下 你比如说你往这边翻 诶扫你一下 你不从这枪这过去了吗 落地再接着打嘛 分镜头再接着打 你会觉得是不是枪打着我了 或者什么东西打着我 你以为这样 其实是断了 啪 很脆很脆的一下 那落地那一下得多疼啊 落地就软了 落地你用 落地你这只 我这只脚就根本没落地 就人整个就扑下来了 扑就扑下来了 好了 那你就得到医院 把它拉开 做手术 拉开缝上 缝上以后打石膏 一个月拆石膏 拆石膏以后 这个腿萎缩成这样 好了 你再恢复 这是跟腱